好 继续看到在基隆一名男子 他到超商ATM领取政府普发的6000元的时候 但是没想到这ATM的画面显示是没有办法领取 男子就觉得好奇怪 拨打客服专线之后才知道 这款项其实已经被有心严实登记 在不明的银行账户里面 所以他赶紧报警求助 经过警方连日侦办终于是在彰化地区 逮捕到了两名嫌犯 穿着黑外套的王姓男子被警方戴上车 准备回警局 因为他涉嫌犯下首起盗领普罚6000元 会被发现全是因为有被害人领不到钱 被害人与其充满无奈 发现自己的个资被盗用 就怕拿不到6000元连忙报警处理 原来之前他因为买游戏点数 拍下双证件给卖家 之前身份证字号有被人家冒名去登记注册游戏 被拿去诈骗 没想到换了身份证字号还是没有用 旧的个资被王姓男子和姚姓女子从网路上看到 为了诈领6000元 两人用被害人的救证号以及健保卡号上网登记 留下自己的人头账号后 还协议如果成功领出6000元就一人一半 但因为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三个关卡 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以及健保卡号都必须同一人所有 虽然登记成功但审核没有通过 也让被害人幸运保住6000元 在彰化逮捕犯嫌两名 并且在身上查扣的手机当中有发现多人的个资 检警怀疑言姓男子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不排除还有更多人被冒用个资 警方训后先将嫌犯移诈欺洗钱防治法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多项罪嫌移送侦办 在持续向上追查 记者林千亿黄玉杰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